据大陆媒体报道 6月29日 山东烟台一位离职的幼儿园长爆料 某平区沃顿好未来幼儿园 给孩子们提供便职生区食物 并附上令人震惊的食物照片 爆料迅速点燃幼儿家长们的怒火 6月30日 大批家长冒雨赶到好未来幼儿园 推倒幼儿园的铁门将孩子借回家 这时许多家长才明白 为什么孩子在吃了幼儿园的饭菜后 经常喊肚子疼 甚至呕吐 拉水 还有一些家长反应孩子的白细胞异常 有家长在微博上透露 受影响的孩童多达340人 都是2到6岁的幼儿 跟随许多家长气愤的是 作为受害儿童的父母 去幼儿园讨公道 却遭到警方委委 多辆警车在现场监视家长的一举一动 有家长在微信群中质疑 为什么一上午了 没有教体系统的负责人 给所有等待的家长一个回应 却安排了挤车警察 给幼儿吃腐败生区食物的消息 更是令无数网友义愤难评 要求当局严惩黑心幼儿园的呼声高涨 面对舆论压力 谋评当局被迫成立由公安 教育和市场监管等部门 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并声称第一时间公布调查结果 但同时也传出 幼儿家长被以各种方式 要求删掉视频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乔安综合报道